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孩子们在院子里敲锣打鼓 燃放鞭炮 屋里三位老人同桌对饮 其乐融融 这种延续至今的浓浓烟火味 伴随一年又一年的团圆气氛 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传统里 每逢过年我们总会用年味的浓淡来形容一下 今年这个春节过得怎么样 但年味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 但是总结一下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几大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排第一的一定就是年三十晚上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 吃的那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 再有自然就是春节连欢晚会了 最后一项是什么呢 那就是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瞬间 此时此刻外面早已经是鞭炮响成一片 各种各样的烟花 把黑夜都映衬得如同白昼一般 啥是好看 我们大小就听说了 中国古代在我们没有发明鞭炮的时候 我们会燃放竹子 借助竹节乍响的那个声音 驱走一切不祥 这个就是鞭炮的来历 这肯定是咱们中国人熟知的文化常识了 但是什么样的竹子拿去烧完了之后 能够发出一声一声的爆响呢 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 在远古时代 熊熊燃烧的篝火 不但可以为人们驱赶寒冷和疾病 而且人们很早就发现 烧柴火时琵琶作响的声音和明亮的火光 能经跑野兽保护安全 在中国先秦时代 出现了通过燃烧木头 发出声响来静神驱邪的做法 周里春观大著中有记载说 辩九计 一曰命计 二曰眼计 三曰炮计 这里的炮计就是当时古人 用烧的琵琶作响的篝火 来祭天的仪式 到了魏晋时期 以烧烛来驱吉避凶的方式 已经流行起来 每逢正月初一 人们都会用燃烧竹筒 驱逐温血以求平安 在数千年前 烧竹就已经成为人们 在新年时的习俗了 那么爆竹到底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又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竹子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在宋代的一首诗 这是由南宋的范城大所写的 这首诗啊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应该是怎么来放爆竹 它是这么说的 岁朝爆竹传自息 无农正用前五日 石蚕豆粥扫罢尘 劫捅无耻未已心 劫尖汗流火力透 剑朴取江仍急走 儿童确立碧其风 当街基地雷霆吼 这首诗的前几句讲的是 初一这一天 燃放爆竹的习俗 由来已久 当这个竹筒烧着了之后啊 竹节之间我们能够看到 有水滴像汗一样往下流 但是这个火呢 又燃烧得很大 家里身体强壮的这个仆人呢 拿着他满屋子到处走 这不就是说 要让这个火光 以及劈里啪啦的作响声音 遍布整个房间的大小角落吗 那接下来的描绘啊 就更加传神了 儿童确立碧其风 孩子们又喜又怕 特别喜欢看热闹啊 但是听了那个啪啪的声音 又吓得 哎 赶紧在那躲一躲 这像不像我们现在放鞭炮的时候 小孩 哎呦 捂着耳朵 去点鞭炮那个样子 所以这首诗啊 非常形象地给我们描绘出来 在南宋的人间当中 过年是如何燃放爆竹的 现在这首诗里告诉我们的什么 好像应该是新鲜竹子 绿绿的竹子砍下来之后一烧 就能够爆响吗 不行 咱们得求证一下 新鲜竹子砍下来之后 燃烧时是否能够爆响 我们特地赶往刘阳市 与专家以及烟花工程师们 一起完成现场验证 刘东辉 国家烟花爆竹标准化委员会 专家委员 曾参与多项烟花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 徒生徒长的刘阳人 这位从小就和烟花爆竹结缘的专家 将带着好奇的小学生丁恒熙 一起来为我们验证这一困惑 你看现在我们这里有火 我们先来烧一下这个湿的竹子 看它爆不爆 好不好 刚刚从附近山上砍下来的竹竿 放进火中 很快就在竹节处冒出了滴滴水珠 随着燃烧 新鲜竹子中的水蒸气不断蒸发 充盈在竹节中 压力越来越大 最终会在瞬间爆裂 相信了吗 相信了 是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干的竹子烧一下 看到能不能爆 好不好 放进去 这段已经放置了大半年的竹子 在火中燃烧殆尽 结果也没有炸响 说到底 过年你要是不放放炮 总感觉 这年好像差了一点什么 那么爆竹是怎么变成鞭炮的呢 毫无疑问 这必须得有了火药才可能出现 火药又是在什么年间出现的呢 火药的发明 完全是中国古代的道家或者道士们 在炼丹时候出现的副产品 为了求取金丹 他们不惜工本和时间 火小了 咱们多加炭 里面的东西少了 咱们多加一点原材料 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突然某一天 砰的一声 丹炉炸了 可是丹炉为什么炸呢 人们找不到原因 只是把它记录了下来 慢慢的 我们就逐渐诞生了最早的火药 宋朝成为了黑火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抗御外绕的军事需求 推动了火药的改进和完善 各种火器也相继发明 公元1044年 北宋人宗庆历四年 五经总要修成 这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百科全书式的军事教科书 这本书不仅让后人能看到当时火药和火器的发展 还明确记载了三种火器 毒药烟球 火炮 和吉里火球 制作时使用的军用火药配方 这三种配方 虽然各有差异 但都用到了 销 黄 碳 配置的黑火药 这些武器 或以投石机这样的器械投放 实现远程攻击 或以人力扔出去 形成有毒烟幕 燃烧底阵 那么这些用作火器的黑火药配方 又是经过了怎样的调整改变 才会变身为老百姓们都可以燃放的鞭炮呢 宋代出现了原始的火药 人们把它制成各种火器 应用于战场 利用它的巨大声响和突飞出来的火焰 去烧伤敌人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到烟花爆竹了呢 说真的 这件事情很难考证 但是历史文献 还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引的 比如在南宋时期的 加泰会计制当中 学者们就找到了一个佐证 它是这么写的 锡爆竹香文 亦或以硫磺为爆药 声流霹雳 为之爆炸 以硫磺作为主要 声音大的 跟霹雳一样 我们把它称之为是爆炸 这个爆炸两个字 是不是听起来 就跟我们今天的炮炸 非常接近了呢 而且他提到了 原始黑火药的三种主要成分之一 硫磺 把它给技术了下来 那么木炭和消失在哪呢 有些现代学者认为啊 我们现在放完鞭炮之后 空气当中弥漫的那股异香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硫磺的味道 很有可能 撰写这个加泰快递制的人呢 并不了解 当时所谓爆炸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火药成分 但是这个味道 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他知道 这是硫磺的味道 所以技术了下来 看来在南宋年间啊 今天鞭炮的雏形 就已经出现了 人们把原本 只是用来燃烧的竹筒 当中加入到了爆药 有了爆药之后 就可以产生跟今天鞭炮 类似的爆炸和声响效果了 当火药与竹子结合燃烧时 会产生怎样的动静呢 在刘东辉带领下 我们来到一家 至今依然保留着 传统制炮工艺的生产车间 一位传统鞭炮匠人 将给我们还原 竹子炮仗 究竟有怎样的威力 指头粗细的竹节 被均匀切割 按照古方调配的黑火药 被小心谨慎地倒入竹筒 取自附近山上的黄泥 以它们封住底部 上端插入眼线后 用石灰封顶 一个竹子鞭炮就做好了 塞上了黑火药后的爆竹 爆发出的炸裂声 更加响亮清脆 这显然是烧竹节 无法比拟的 在古人看来 声音更大的爆竹 自然更容易 把传说中的怪兽 和一年的晦气给吓跑了 这也促成了 真正的爆竹诞生 但是显然 它还需要完成 从毒炮到纸炮的转变 在宋代 造纸业有了高度的发展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以纸包裹火药的鞭炮 可以顺利地出现在了民间呢 那倒未必 想一想古今中外 很多先进的技术 刚刚出现 往往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军事领域当中 火药与纸的结合 也大体如此 按照五经总药所记书 吉里火球怎么制作呢 以三支六手铁刃 以火药团支 中罐麻绳长一丈二尺 外移纸 并杂要复支 而当时 我们中国人拥有了大炮 不过不是现在那种 统治的火炮 而是抛石机 这个抛石机啊 会扔出去火炮火药 他的具体制作方法 也说到 以纸五重裹衣 以麻复定 更别容松支复支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宋代 纸与报药的结合 首先应用的大范围 恐怕就是在军事领域当中 慢慢地才逐渐是走向了民间 自宋代以来 军事上的需求和应用 不断推动着火药配方的改进 到了宋高宗绍兴元年 内副书名院编修 王志编转的杂转序 记载有小儿放纸炮 学者们认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纸炮出现了 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制造的呢 纸炮离不开纸 而刘洋的手工造纸业 自宋元时期就已经起步 人们以竹子为原料 造出来的纸张结实耐用 这也就为纸炮的诞生 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那么最早的纸炮 究竟是怎样制造的呢 在中国花炮文化博物馆 我们找到了答案 这是一个水碾子 是古代做爆竹的一种机械 黑火药它是由三种材料配合组成的 就是硝酸钾 硫磺和木炭 但是那个木炭是块状的 我们要把木炭碾成粉末 硕大的链子以水利推动 曾运行了数百年 古人先以木炭粉和硫磺粉 反复碾压 等两者充分混合后 再加入硝酸钾混合碾压 直至三种成分细腻均匀 黑火药也就成型了 这个机械叫做扯凳 是我们爆竹行业最古老的一种机械 这个扯凳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是用来卷筒的 做爆竹就要用那个纸卷成爆竹筒 采好的纸料一端沾水 用铁签卷好 随着扯凳圆弧底部的挤压和摩擦 一根一根紧实的泡桶就成型了 以纸为一 以黑火药为新 小巧的纸泡取代了爆竹 更清脆的炸响和红色的纸屑 成了迎接新春的美好点缀 现在过年我们燃放烟花爆竹 一定按照相关的规定 到可以进行燃放的区域 购买能够普通人释放的烟花爆竹 这都是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考虑的 咱们自己放炮的时候 旁边的人肯定也会提醒你 看清楚一点 先把那炮鸟给找出来 然后再点 没有炮鸟 这炮似乎就没法点了 那么在宋代的时候 前面我们提到五经总药当中 已经出现了好几种火器 那么这些火器 当时也是需要去点炮鸟吗 按照书里面所说的就是 烧铁锥老头令演出 就是拿一根火筷子 拿一个尖锐的 像锥子一样的铁器烧红了 扎头外壳 它自然也就燃烧起来了 但是想一想 这种方式真的是很不靠谱 没有办法把握准确的燃烧时间 而且战场上 你哪有那么长时间的准备时间 动不动就去烧红一根火筷子呢 所以无论是军事领域 还是民间 这种方法使用起来多有不便 因此急需改革 这就为炮铁子的出现 埋下了伏笔 有了纸张的包裹 火药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 各种条件的成熟 促成了一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小装置 引线的出现 这种精巧的引燃方式 最初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就是一根引线 这引线是烟花产品里面 必不可少的一个部件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控制时间 另外一个起到一个传火的作用 它是用砂纸来做的 一张薄薄的砂纸 卷上精心挑选的火药 将人们彼此配合精心揉搓 让它们更加坚韧结实 之后再涂上古老的动物胶 再把它们缠绕固定在 这种被叫做引耙子的古老器械上 冬季的阳光和干爽的空气 让火药和纸张里的水分彻底蒸发 表面的胶水和两者融为一体 整根引线变得紧绷而有韧性 一根引线让炮仗的燃放更安全 真正意义上的鞭炮就此诞生 正是因为有了引线 单个鞭炮串联出了长长的挂鞭 绵延不绝的琵琶声才响彻了环宇 不仅如此 聪明的匠人们还发明了 极具节奏感的母子炮 像我们这个工厂现在所生产的这个产品 叫做母子炮 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传统产品 它在那个小爆竹的那个中间 间隔了有很多的这种大爆竹 那么这个爆竹在燃放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有一个节奏感 噼里啪啦碰 噼里啪啦碰这种节奏感 每一种鞭炮的声响 将人们都安熟于心 他们如同一位作曲家 以一根根鞭炮为音符 组合排列出了一首特别的乐章 大鞭两个一对 整体固定后以引线相接 古老技艺传承不绝 才让每一道工序都纯熟而准确 一抽一卷 一根棉线如同编织毛衣一般 被不断翻卷缠绕 一贯到底 把大边小边牢牢绑定在一起 之后再以引线彼此串联 串接成挂后 还有一道关键的工序 将这个盘子拱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爆竹捆紧 捆紧之后再把这个盘子 中间压实 这样抱着盘子就会非常的紧张 唯有如此 整盘的鞭炮才会紧密扎实 让它们走再远的路 也不会松散失效 数千年前 正是这些匠人们的精巧构思 才会完成这样一首在除夕夜奏响的古老乐章 数千年前 琵琶作响的爆竹赶走了黑暗中的山骚温血 成了家家户户辞救迎新的仪式 火药与造纸术的发明 则让古老的爆竹迎来了一次次重要变革 更响亮的炸裂 更安全的燃放方式 真正意义上的鞭炮终于成型 伴随着火药技术的日渐成熟 在南宋期间 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 品种之繁盛 制作之精巧 足令我们后人叹为官职 比如南宋的周密 在武林旧事当中 就回顾了一场 钟馗捉鬼的宫廷烟火修 他写道 至于爆炸 有违果子 人物等类不一 而电丝锁进屏风 外输钟馗捕鬼之类 而内藏要线 一若连百余不绝 这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是一种 内藏引线的大型炮杖 或者说是大型烟火 制成了果子 人物的形象 最后是一个大屏风 这个屏风上面绘制的 就是钟馗捉鬼图 把长长的引线点燃之后 就跟我们今天购买的那种 大型的 比较贵的 又有声音 同时又能放出璀璨烟花的 组合型烟花 非常类似 只要把这个引线点燃了 在引线燃烧过程当中 按顺序排列的不同的造型 有人物 有钟馗 有小鬼 不仅仅能够爆发出震天的巨响 而且还有图案和人物的形象出现 这是在南宋年间的 居然我们中国人的巧思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 能不让人惊叹吗 当时人们称这种表演为烟火戏 除了烟火戏 这种大型烟火秀表演之外 宋末元初时 人们还开发出了 种种有趣的烟火 南宋人陈元亮 士林广记中 就提到了一种奇妙的烟火 学者们考证 这个就是曾在南宋时期流传甚广 让孩子们着迷的古老烟花 今天我们叫它滴滴金 今天 刘东辉和两位工人师傅 将以古法还原一枚滴滴金 除了黑火药 这些特别的小圆球 是滴滴金的配方关键 它们以红丹粉等传统发烟药物 滚制而成 在高温燃烧时 能发出琵琶的爆响和闪光 因此俗称响珠 细细的沙子和黑火药 以及响珠均匀混合 再用沙纸紧紧包裹 这就是古老滴滴金的基本模样了 今天的滴滴金 延续了传统烟花的理念 修改了原有的配方 加入了特别的装置 于是便有了一个更有趣的名字 时光灯笼 你看这里是五根 这个滴滴金把它组合起来 燃烧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包装里面打开 就变成了一个灯笼 可以提起来 五根滴滴金 一根带着螺旋纹路的杆子 就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 打开时 滴滴金的自身重力 会带着它们一边旋转 一边下坠 伴随着不断燃放的烟花 它如同一盏灯笼 照耀着古老和当下 传统的工艺和配方 再加上现代人的创意 烟花就有了新的意味 我记得小的时候 有一阵子 各种各样的烟花 那真的是非常的奇特 现在都难以找到了 那些烟花 虽然不是现在这种大型组合 但是各有各的精巧之处 比如有一种三角形的 上面有根线 可以悬在你们家的铁丝 就是晾衣服的那个铁丝上 点着了之后 喷着火来回地转 转出来的就像是 一朵朵菊花一样非常漂亮 还有什么呢 可以喷火的摩托车 那摩托车真的能往前跑啊 那这些东西在宋代有吗 真的有啊 按照周密所写的 《齐东野语》里面 就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 在当年啊 也就是宋礼宗 1125年的上元节期间 宫廷里曾组织过一次 大型的焰火表演 没成想 其中有一种烟花呀 叫做地老鼠 估计就跟我们小时候 见过那种 做成老鼠形的烟花差不多 下面有几个小轮子 点着了之后啊 借助火药的这个反推力 它能突到处来回地这么钻 看起来很好玩 但是没想到 一家伙呀 钻到了太后座的 那个玉笔底下 把太后吓了一大跳 这次宫廷大内之中 举行的焰火表演 就这么着不欢而散了 宋代的地老鼠 会是怎样的燃放效果 能让太后受到惊吓呢 刘东辉和两位工人师傅 将以古法还原 刚刚取来的黄泥 倒入卷好的纸桶中 以木锤敲击砸实 这次的黄泥显然要比普通鞭炮更厚实 以轻巧的取药勺装入火药 不用称凉 这样人们就能精确拿捏药量 把握着力度轻轻敲打 也是为了让黑火药松紧适度 这样的操作看似简单 却是制造地老鼠的关键 插入引线后 以传统的砂纸填充 易燃的砂纸 刚好为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 留下了出口 每根纸桶中 以两根引线相连 对火药燃烧效果的感悟 和巧妙的构思 形成了最古老的 来自烟火的动力 刚才大家看到 有两根引线 它其中另外一根引线 它就会往第二个桶子里面 那面行进 这样依次把三个桶子 依次点燃 三个药桶依次引燃 火药喷射的气体 产生的反冲力依次作用 就有了旋转不停的地老鼠 看似简单的小玩意儿 蕴藏着朴素 而有趣的科学道理 宋代的烟花爆竹 品类繁多 而且街上多有售卖的店铺 武林旧市当中 都有类似的记载 在杭州 专卖药线烟火的小铺子 是别处没有的 您只要花上一小点钱 就可以买上成价的烟花 能放在手里燃放的滴滴金 或是满地到处瞎溜达的地老鼠 或者是一飞冲天的起火 这都可以买到 而且呢 还有一些大型的烟火表演 比如说 有一些专门燃放烟花的少年郎 会表演精彩绝伦的走线烟火 就是把这种制成的烟花 横挂在水瓶放置的铜丝上 火药喷火的时候 就会从这一头飞速地跑向那一头 同时燃起火焰 光彩一幕 另外还有像我们现在 穿天猴一样的烟花 叫做流星 就是把火药和铁粉呢 混合在一起 装入直筒当中 下部留有喷口 点燃之后 直筒一飞冲天 啪的一声 火光炸起 如同流星一般 可以说 南宋的烟花和爆竹制造工艺 绝对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南宋期间 随着烟花生产工艺在民间的传播 越来越多的能工巧匠 也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 生产出不同样式的烟花炮烛 售卖的价格也变得越来越亲民 原本宫廷专属的烟花 也逐步走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中 成为人们逢年过节 祈福驱岁的必需品 一到春节 街市上到处都有商贩售卖 有些商铺还在外头悬挂上彩灯 和鞭炮烟花来招揽顾客 也正是从南宋开始 烟花炮竹蒸铜起来的年味 弥漫在了千家万户 过年放炮放花的传统 也由此绵延不绝 成为中国人的过年记忆 在宋代还诞生了一种被人称之为 药发傀儡的烟火表演 按照字面的理解 就是把火药和某戏结合在了一起 《东京梦华录》当中 专门写到了这个情形 说傀儡戏演出时 或见端言奇特 或见丑陋不堪 动转行作青黄赤白 烟云声响俱全 同时在《东京梦华录》当中 还多次提到了一位 表演要发傀儡的能手李外宁 说他的表演在都城当中 是首屈一指声名在外的 无论是跑场子 还是参加类似后代堂会的活动 都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但是说了半天 这个要发傀儡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演呢 人们原本以为 可能对于南宋的凡胜 对于要发傀儡的奇景 我们只能是通过 自己的想象去构建了 没想到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居然在闽浙交界的泰顺县 找到了这种古老记忆的传承 笼罩在历史迷雾中的要发木偶 曾一度被认为已经失传 直到二十世纪 一些学者调查考证后认为 长期以来 存在于浙江泰顺民间的穷花木偶 也就是所谓的要发木偶 周尔璐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泰顺药发木偶戏的传承人 这位老人 已经和这种独特的烟火表演 打了大半辈子交道 每一次制作 必从最基础的黑火药配置起步 它的成分曾是不传之秘 配方中 除了基础的黑火药外 还会加入熊黄 张脑 生铁等 它们才是让这场表演 绚丽多彩的关键 新鲜的竹子被结成树段 然后再合着沙子 风炒干燥 它们是这些木偶的躯干 每一次演出前 这位老人总会在脑子里 一遍遍预演着每一个流程 引线点燃后会烧多久 木偶不同部位的火药 何时被处发 最终的烟花如何引燃 只有想得明白 才能确保整个表演一气呵成 没有图纸也不用计算 只有在脑子里的反复循环 这也是传承多年的老规矩 想清楚后 周尔路才会让徒弟们一起参与制作 做好的木偶和各种机关 绑扎在一根十多米的竹竿上 它们环环相扣彼此触发 一旦上架 整架药发木偶也将最终定型 每一次药发木偶的燃放 总会成为春节期间的重头戏 点燃引线 这是启动整个药发木偶表演的开关 隐藏的引线依次引燃 安装着木偶的药盒 纸张被烧开 木偶亮下 紧接着 盒子侧面的火药也被依次引燃 盒子在焰火推动下不断旋转 五彩缤纷的焰火 逃着竹竿顶部层层递进 直至顶端 夜幕中绽放的火树银花 在烟花中旋转着的各种木偶 今夕何夕 面对着这样的美好一幕 数百年前的古人们 又会发出怎样的感慨呢 这是明代宫廷画师绘制的 明献宗元宵行乐图 明成化二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1485年 紫禁城过元宵节 皇帝宪宗朱建身下令 要在宫中隆重庆祝 元宵节这一天 为了让宪宗皇帝开心 太监们开始燃放起了烟花爆竹 所以宫廷画师 就把这一刻的欢乐 统统记述了下来 我们能够看到 当时燃放烟花爆竹的情形 按照学者们的考证 这里头出现了当时的四种烟花 有大爆竹 带根起火 带饼捅花 手把花 转轮等等 不过呢 这只是明朝烟火表演的一个缩影 在明朝以来的一些著作中 记录了更加绚丽多彩的烟火配方 其中 墨俄小鹿中 记录了一些 可以绽放出不同颜色的烟火 黄色的大金钱 要用销一两 黄一钱 碳五分 再加铁蟹 绿色的金丝柳 则在这个基础上 加了铜青 俏丽的紫葡萄则用到了滑石 滑石中的钾是形成紫色的关键 无论怎样 金属元素带来的艳色反应的现象 正在被匠人们发现 他们有意识地加入这些奇妙的原料 让烟火愈发五彩缤纷 旋转跳跃的滴滴金 四处乱蹭的地老鼠 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对于烟花的无限想象 五彩斑斓的药发木偶 更是包含了古人的智慧 精心设计的药发装置 有趣生动的戏剧人物 依靠着复杂的烟火燃放 构成了一颗小妙华丽的烟火描演 伴随着战争以及文化交流 慢慢地也有欧洲人 开始了解到了神奇的火药 其中比较有名的 而且进行过相应研究的人 是英国的罗杰培根 他是英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 但是在当年 他的正式身份是炼丹术士 1247年 他偶然获得了一本 由阿拉伯人撰写的 名为《制敌燃烧火攻书》的军事书籍 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 他非常想要知道 在战场上能够把强大的敌人 复制一具的这种神秘武器 到底是什么 后来偶然的机会当中 他欣赏到了一次 小规模的烟花表演 立刻就托朋友辗转的 带来了一些烟花和爆竹 开始自己进行研究 慢慢的逐步发现了黑火药的配方 随后撰写了一篇文章 向世人介绍自己的发现 他说呢 在东方有一种拇指大小的儿童玩具 里面使用到了消石 木炭和硫磺 能给人们带来非常震撼的声响 和奇异的烟花表演 但是在教会的保守势力看来 这种能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发出巨大的声响 带来令人不快气味的东西 实在是太过诡异 把它说成是魔鬼才能拥有的力量 对于火药的出现深感恐惧 不过这也没能够阻挡火药在欧洲的传播 十三世纪以来 尽管教会的禁令扑灭了来自东方的火焰 但他们无法阻止人们对于火药的兴趣 罗杰培根等人的研究在持续传播 公元十四世纪的意大利 文艺复兴运动点燃了人们的思想 也再次开启对烟火的研究 学者们继续了罗杰培根的研究 他们分别在意大利和德国 创建了多所专门从事烟火教学和研究的学校 有的偏于传授手工技艺 有的侧重于化学理论 师生们琢磨着烟花的新奇造型 试图把烟花表演和景观结合 这些都不断推动着烟花表演的创新 到了十六世纪 烟花表演在欧洲盛行开来 不过哪怕是贵为英国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 这一辈子大概也只看过四场烟花表演 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花费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在当年想看一场烟花表演 那必须是集合了众多的力量才能完成的 再比如说1572年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出访沃里克城堡 城堡的主人安布罗斯达德利伯爵 是女王的宠臣 为了表示对女王的欢迎 她特别效仿法国和意大利人的做法 为女王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欢迎仪式 就是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 这一回它是把真人模拟两军交战时候的战场情形 和烟花爆竹的燃放放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立体地欣赏和感受到 战场上突然发生的种种战况 17世纪以来 在将人们不停翻新的创意中 欧洲的烟花表演也不断绽放出新花样 人们在城市最高的城堡塔尖上燃放 或者把烟花和雕塑结合 让它们如同从雕像的眼睛或嘴巴里喷涌而出 此时的欧洲甚至出现了一个燃放烟花的特别行当 1610年4月 英国切斯特的人们为了迎接国王詹姆士伊士到访 举办了一场欢庆活动 这个活动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形象 这是两个身披绿叶 头顶树枝的人物 人们称之为绿人 他们带着绿叶的装饰 拿着大棒子 一边表演着滑稽的动作 一边燃放烟花 他们其实是两位烟花匠人 因为考虑到火药配方不稳定 容易对他人造成伤害 这两位就被指定来燃放烟花 同时 为了自己不被灼伤 又能和狂欢的气氛契合 他们就穿上了坠满树叶的衣服 这个造型一亮相 就让人们感到格外新奇 绿人的名号也由此很快传开了 他们成了那个时期 带给人们绚丽和欢乐的主角 到了清代的时候 大内禁院当中 也经常会放烟火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乾隆帝元宵行了图 说的是元宵佳节 乾隆帝在圆明园 欣赏元宵燕火表演的情形 请大家注意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高高搭起的木头架子 就是放烟火的架子 上面呢有一个方盒 这个方盒上面呢 还会有人物花鸟的图案 当时被人称之为是烟火盒子 公元1793年的时候 英国的使节马格尔尼 来觐见乾隆帝 他呢就记述下来了 清高宗乾隆82岁 寿臣的时候啊 放烟火表演的情形 他写道 我最羡慕的是花盒 那是一个约五尺见方的盒子 悬挂在高处 燃放的时候 底部突然坠落出 至少有五百多盏 闪烁着不同色彩的灯笼 正方形 六边形 或是八角形 形状和上面的图案 各具特点 最后结束时 像火山一样 迸发出太阳星辰 在微风吹拂下 五光十色 飘荡不定 使园林的上空 在一个小时之后 还是烟雾蒙蒙 我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壮丽宏伟的烟火 在当时 不仅仅是皇宫内院当中 会举行这样的 大型烟火表演 哪怕是在民间 烟花爆竹 制作之精巧 足以让后人叹夫 在当时 有一个学者 叫做赵学敏 他还专门写了一本 关于烟火表演的专著 1780年 乾隆45年 一位叫做赵学敏的学者 将自己关于烟花的 毕生所学 凝聚为一部著作 《火系略》 在书中 赵学敏揭示了 那些浩大而复杂的 烟火系背后的秘密 这些技巧 有些甚至被传承至今 当时的每一位烟火匠人 都深谙制作烟火系 各类部件的药理 有些匠人 善于以引线和人偶配合 营造各种细分 有些则深谙 火药的调配奥妙 能以不同的燃烧效果 让烟火上天入地 呈现出流星或地数 还有些 则善于以火药 设置各种机关 百花齐放的烟火表演 无疑不是匠人们 精巧构思和经验传承的结果 而同时期的欧洲烟火表演 也有了新的发展 在17 18世纪 欧洲各地都有一些 独特的烟火表演者 其中有这么一家人 他们对于整个欧洲世界的 烟火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就是鲁杰里家族 这家人一开始是定居于 今天意大利 波罗尼亚地区的 在1739年前后来到了巴黎 希望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当中 能够站住脚跟 他们构思了一种特别的烟花表演 把烟花固定在华所当中 让烟花随着剧情的发展 在舞台上移动 而当人们抬头观望的时候 顿时就被吸引住了 后来名声越来越大 乃至于法王路易十五都找上门了 为了庆祝自己长女的婚礼 路易十五花费重金 聘请鲁杰里兄弟举办一场 别开生面的烟火晚会 这场晚会的时间定在了 1739年的8月16日 表演的地点就是法尔赛宫 鲁杰里兄弟再一次 以新奇的喷泉运动滑锁 加上一个类似火山的装置 完成了这场烟火盛会 人们惊叹不已 这次成功让鲁杰里一家鸣声雀气 由于鲁杰里在烟花表演领域的不断创新 1770年 路易十六把一个重要语课 这幅图中为我们展现的是 1810年6月14日 拿破仑一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 玛丽·路易斯婚礼上的一场烟花表演 在这次表演当中 人们的眼帘里出现了一种 十分闪亮的彩色烟花 它的形状就像是一棵 生长茂盛的棕榈树一样 在场的人对此震惊不已 而这棵绿色的棕榈树烟花的创作者 就是克劳德·鲁杰里 除此之外 他还创造了很多专门的烟花品种和烟花制作工艺 鲁杰里曾经有这么一句话 总结烟火和化学之间的关系 如果没有化学火迹的存在 烟火是无法穿透黑暗混沌的 这也代表了他的烟花制作理念 烟花成就了鲁杰里 而化学成就了烟花 二十世纪以来 烟花同样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化学组分的变化 让烟花的色彩越来越绚丽 也让这种夜空艺术更加进步 自二十世纪中期 绿酸钾取代硝酸钾 成为花炮生产的主要原材料之一 它主要被用作配置烟火剂 虽然绿酸钾产生的效果美丽多彩 但也更容易产生火灾事故 人们着播意识到 烟花带来的问题 也在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烟花的美丽终于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烟花的种类更是层出不穷 但是烟花爆炸带来的危险与污染 同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环保且精准的烟花成了人们的追求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 一场来自中国的烟花大秀 奠定了人们心中烟花该有的样子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烟火表演 共燃放了一万六千枚烟花 不论是燃放数量还是燃放时间的长度 都堪称是奥运之罪 另外 在北京奥运会上 还采用了很多烟花燃放技术上的新创新 2008年的夜空当中 从永定门到鸟巢 现代奥运的巨大脚步 沿着北京城的中轴线 在夜晚的天空中 留下了灿烂辉煌的脚印 这29个脚印特效的烟火效果 震撼了整个世界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烟花表演 震撼了世界 这场激动人心的大型表演背后 蕴藏着诸多技术创新 早在2005年 奥运烟花技术团队就开始了研发攻关 尤其是其中的一项关键技术 带有芯片的新型烟花品种 更是大家的心血之作 所谓的芯片烟花究竟有什么奥妙 刘东辉和另一位工艺美术师张志钊 将为我们做出解读 张志钊曾参加了上海市博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等多个大型烟花表演 这是一个发射架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 这是发射管 这是我们晚上要进行实验的 一个笑脸烟花 这些密集的发射管 构成了笑脸烟花的基本图案 到了空中 它们会按照预先设计的图案 被等比例放大 面积要达到1600平方米 要在同一时间 同一个高度让它们绽放 依靠的就是芯片了 这个指甲盖大小的电子芯片 就是这场烟花秀的关键 芯片它就是要求在一个 精准的一个时间里进行爆炸 那怎么去控制这种精准的时间呢 它就通过一个芯片 它在空中经过一个设定的时间之后 点燃 引燃这个 泥花蛋的炸药 芯片设置在烟花炮桶的旁边 分别和电子点火装置 以及控制器连接 通过预先设置好的程序 芯片可以精确控制花炮发射时间 再配合经过精密计算的火药用量 花炮就能在精确设定的高度和时间绽放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点火器 就是一种最简单的这种点火器 它是由两部分构成 一个就是这个 点火头的接收器 这是一个接收器 这是一个控制的遥控器 电子信息技术正在为现代烟花表演 带来超乎想象的革命 当时间 高度和方位都变得精准可控 将意味着每一次烟花表演 就是一次经过精确计算的绘画 当代的烟花师们可以在夜空这块无穷大幕上肆意挥洒 汇集出一幅幅宏伟而精妙的烟花美图 咱们都知道 传统的烟花爆竹 无论是发射药还是烟花药 在配方当中都会含有火药 这些传统化学物质的燃烧 必然会产生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怎样才能不使用传统的这些配方 最终实现发射 在确定了奥运烟花的组成和燃放方式的时候 研发小组就明确了几个目标 要实现燃烧后产生的泡衣等垃圾 最低乃至没有 要最大限度地降低空气和环境污染 为了体现绿色奥运的理念 我国的奥运烟花科研团队 还通过技术创新 解决了烟花表演中的浓烟和刺激性气味问题 彻底消除了烟花燃放余流物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烟花 是一种叫做喷泉的烟花 我们今天要用这种喷泉的烟花 来说明一下烟花的环保问题 在我的右手边这个是师傅按照老的配方 所配置的那个老的喷泉 它的烟量是比较大的 等一会我们把两个喷泉同时燃放 看看比较一下它的烟量 同样规模的喷泉烟花 右边的采用了创新后的配方 不再使用硫磺等传统药物 大大降低了燃烧后的烟雾 避免了环境污染 同时还不影响观赏效果 2021年6月28日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 《伟大征程》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盛大举行 其中的烟花表演融合了多项技术创新 实现了绿色理念 在精准呈现方面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科研团队借助于大数据精密计算 和一百多次的试验 让烟花发射准确性达到毫秒级 实现了精准华美的效果 往事千年 烟花和鞭炮已经陪伴的中国人 度过了一千多个新年 震耳一容的巨响 火树银花的璀璨 无不寄托着我们中国人 对于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许 新的时代 新的技术 也许配方改变了 但是浓浓的烟火味 所带来的过年气息 永远伴随着我们中国人 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永续流传的最宝贵的内涵之一 在这里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 万事如意 曾几何时 鞭炮还只是 竹子燃烧后的琵琶作响 黑火药的诞生 让这种美好的传统步步升级 从单响的纸炮 到强弱有序 节奏分明的挂边 再到种种新奇而有趣的烟火 化学的魔力 让夜空的绽放越来越绚烂多彩 今天 烟花是新年 是团聚 是更迭 是一段段对于过往的感叹 也是一生生对未来的祝愿 每一次绽放 传承着传统 也蕴含着旧貌 换新颜的期许 金 耀眼夺目 烈焰熔柱 玉 温润细腻 琢磨而成 截然不同的气质 却一次次续接前缘 千年奇缘背后有怎样的传奇 过年里的科技史 金玉满堂 解码科技史 象棋播出